台湾男星高以翔上个月27日录制大陆综艺节目《追我吧》心脏突然休克 急救三小时无效 离开人世 享年35岁 原本预计两天后要到好友毛佳恩的婚礼担任伴郎 也无法到场参与了 使当天婚礼气氛十分哀伤 不过新人们毛佳恩与罗文依旧拿出满满笑容接待宾客 最近就有一次高以翔好友的艺术家画出高以翔带着爱狗与新人毛佳恩 罗文开心合照的画像 让网友看了很是鼻酸 图片中毛佳恩搭着高以翔的肩膀 新娘罗文则是露出亲切笑容依偎在老公毛佳恩的手臂上 高以翔抱着爱犬一起送给好友们最真挚的祝福 原本该是这样温馨画面 没想到两天前却发生憾事 这张图片也算是为高以翔缺席 毛佳恩婚礼圆梦了 罗文也在IG现实动态中分享这张图片 而毛佳恩在婚礼仪式上与所有伴郎合照 身边独留了一个空位 就是给高以翔的位置 这张照片也让网友把高以翔批上去 让整张照片看起来相当圆满 不少网友和高以翔的亲友看到这些图片 再度想起高以翔的好和他温暖的个性 惹哭不少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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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